为一样晚勾引凌云彻这场戏呢 原著居然敢这么写 他的手像水蛇一样绕上他的脖子 所经之处就像是点起了他的小火苗 这么敢的吗 最狠的是最后 咱们从头来看 孝贤皇后婚氏 如仪晋升为了皇贵妃 就连曾经对魏燕婉百般凌辱的家妃猫 也晋升为了家贵妃了 魏燕婉呢 本想去巴结金玉岩 却吃了个闭门羹 这时候迎面走来的是尽忠提醒她 要想在后宫立足啊 最重要的是要能够生孩子 可是魏燕婉有啥办法 皇帝也很久没有翻过她的绿头牌了 魏燕婉凝声良久 直到有乘列的侍卫走过 那折折的薛声才惊破了她的沉思 她仅仅按着自己平坦的小腹 顿时心生一计 晚上春禅去请凌云彻 本来是怕魏燕婉轻声才答应的 谁知到了永寿宫 却看不见一个人 凌云彻正要转身离开 只觉得肩上微微一重 明子消杀方娟后 伸出软弱无骨 宛弱消聪的牵牵细手指来 魏燕婉手指微微一动 像水蛇一般绕上了凌云彻的脖子 她不自觉地打了一个机灵 就觉得攀附上自己的那双手 软弱如棉 锁精之处像是点燃了小小的火苗 一点一点地侵蚀着她的皮肤 让她无端地生出一种原始的渴望来 哇 剧板中的凌云彻 可没有表现出这种心理活动 还是援助给劲 魏燕婉一边喊着她云彻哥哥 一边用手指在她胸口画圈圈 透着薄薄的衣衫 那种苏痒是会蔓延的 魏燕婉显然是刚沐浴过 梨花淡妆 蓝色异香 在这样的清凉的小世界里 格外酥软而蓬勃 她贴上她的身体 哪怕是搁着衣衫 零云彻也能感受到 她那玲珑有致的身段 是如何成了一团野火 魏燕婉轻声道 我如果嫁给你 我们夜夜都会如此 然后亲吻她的耳垂 这这这这么暧昧吗 救命啊 后来灵云彻 挣扎着挪动着身体 显然是无力而迟缓 弥漫的香气 形成了一张无形的网 将她空得是无处可逃 魏燕婉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内心是如此笃定 而漫不经心 她认定了的 她心里只有她 再无旁人 可灵云彻却恍然有顶 惊雷惯顶 她没有答案 可是你知道此刻 她心里在想啥吗 那一瞬间 是有一张颇为消四 却神情迥异的面孔 出现在了眼前 是如意 居然是如意 大约是电阁中 太过于清凉 大约是气氛太暧昧 大约是她昏了头脑 就在这一刻 她想到的居然是如意的脸 下一秒 仿佛是由冰水 败入了她的头脑的缝隙 彻骨而寒冷 灵云彻 豁然站起身来 推开柔情似水的燕碗 她终于清醒过来 自己是被利用了 如果这件事情被做实了 必定会死无全失 不敢再多停留一秒 灵云彻 这才跌跌撞撞的起身离去 只留下待坐在原地的魏燕碗 这下你不会再追问 灵云彻和如意 到底有没有爱情了吧 原著中写得很明白了 原著中的玉妃 除了给乾隆下药 还闯入寻平的屋里 去伺候乾隆 太感谢了 春日迟迟之时 新入宫的寻平霍朔特兰西 和玉品博尔基基特 恶阴珠恰如红花白墙 平分了这一春的盛景韶光 我们先来说一下 兰西入宫的背景 因为她的长相 颇似如意年轻的时候 所以被海澜偷偷地搞进了宫 试图未样晚的宠 另一边刚入宫的博尔基基特氏 也是来势汹汹 对于乾隆的宠爱 已经三十岁的玉品 自然是喜不自生的 恨不得能够日日欢愉相伴 不离乾隆左右 玉品虽然不年轻 但是相貌甚美 既有着蒙古女子的奔放 丰硕的健美 也有着持实切切的 缠着乾隆的娇吃 不同于玉品对羽露之恩的眷恋 寻品的态度浅静得似乎淡漠 因为她入宫前是有男朋友的 这下懂了吧 当如意对着静氏房 祭荡上屡屡出现玉品 而心生疑惑的时候 海澜就在一旁悄声地告知 皇后娘娘有所不知 玉品不会拔尖卖乖 有几次 明明是寻品在养心殿寺后 可是玉品也敢求见皇上吃产 惹得寻品待不下去了 自己走了 这就是说 就算玉品急着事情 但是闯入其他非品的屋里去事情 多少是绿茶了点吧 这还不算啥 玉品诋毁事情 居然是挠了乾隆的鼻子 因为这个连令妃都抱怨玉品 狐媚子呢 而迎品虽然和玉品一样 是来自于蒙古 但是为着这个也不待见她 夜晚如意隐约听见外头有哭声 夹杂在陆陆的车身里头 这可不是皆平非事情的凤鸾春恩车来回的时辰 如意疑惑的同时 宣了路过的太监 不过片刻 刻贵人就进来了 原本是温顺的女子 如今一双眼哭得和桃子似的 边哭边说着 臣妾向来不是很得皇上的欢喜 不过每月侍奉皇上一两回 近日连迎品姐姐都吃了挂落 皇上只说玉品会伺候人 唯她没有被早早送出来 这不又妥妥地顶了刻贵人和影品 玉品真是够厉害的 嗨 真是如意疏忽了 之前只记得忌荡上侍寝的日子 却没有注意时辰 随后叫来礼玉问话 礼玉扭念得很 浑身不自在 吞吞吐吐吐才说了个明白 原来这些日子事情 唯有玉品罪得眷仇 皇帝一时也离不开 但凡是换了旁人 次日皇帝就会很焦躁 必须要把齐鲁叫来才行 咱也不知道 这玉品到底是有啥本事 后面也就是和剧版的接轨了 接着是永齐发现的真相 皇阿玛的饭菜里 被下了一味良药 只是因为替皇上试菜的都是太监 所以这米饭他们吃下去无恙 这味良药是玉品安排人下放的 专供女子排出一击 讨父亲欢喜所用的 玉品为了故宠 每次都让乾隆同请前使用 直到真相的乾隆呢 面上泛起了一层层红浪 是心头的血 当即就让礼玉传旨 风飞虽照旧 但是要把玉飞的绿头牌给摘下 再也不许事情 将他进足于自己的殿阁内 五指不得出来 这辈子啊 他便只是这个紫禁城的玉飞 而非乾隆的玉飞了 如意传原著中奇迹晚晚 令飞害死的十八个人都是谁 其中呢还包括自己的亲妈 剧版中只出现了十五个被他害死的人 但是原著中啊 却是十八个人 在如意传大结局的时候呢 魏晾晚也即将下线 但如意觉得直接死 那是便宜了他 从前的一桩桩一件件 都要算清楚了 再让魏晾晚下地狱 受如意所委托 甄嬛带着如意亲手制的金帆 来到养心殿 魏晾晚看着眼前的一张张金帆 估计自己都不敢相信 曾经害了这么多人的性命 第一个葬送在魏晾晚手中的九二哥 宫女魏晾晚在加菲猫那里当差的时候 就日夜受欺负 怀恨赞心的魏晾晚 时刻向着报复 终于在纯妃送了加菲猫玉花瓶时 得了机会 魏晾晚挑唆婢女 抓一只耗子悄悄地塞入花瓶里 半夜恶极的耗子想出来觅食 只得打破花瓶 吓死了九二哥 这就很离谱 由于玉花瓶是纯贵妃叫人送的 金玉言一口咬定 是他害死的九二哥 皇上很是冷淡了纯妃一阵子 第二条人命 就是易欢 在魏晾晚知道自己效仿淑妃 喝的坐胎药 是堕胎药的时候 便急匆匆地把这个消息 透露给了易欢 经过丧子之痛的易欢受不住打击 就放火自焚了 而易欢的十二哥 因为体弱多病 也去世了 这都是魏晾晚 在易欢怀孕时的杰作 可谓是一箭双雕 第四个 就是剧版中 魏晾晚假借家飞猫的狗 吓死了如意的五公主 景四 同时在场的影嫔 受到惊吓 孩子也没有保住 一下子舍了两位孩子 金玉言也成为了魏晾晚的替罪羊 后来魏晾晚为了陷害于飞 害死了他的侄子扎琪 事情败露 事情败露以后 把自己的亲妈推出去顶罪 魏晾晚这很多程度啊 都堪比江玉宴了 因为这件事情呢 魏晾晚多少受了一点牵连 趁景色回宫时 又联合他扳倒如意 于是受魏晾晚的指使 田姥姥将如意刚出生的十三二哥 永景用手把嘴给捂住 再用旗带活活绕死了 下手是又快又狠 这件事情被如意查到之后 田姥姥也负了皇权 为了有人继续替他做事 魏晾晚找来田姥姥的闺女 田云儿 给他改名胡云角后 送去了永齐的府里 在他害死永齐之后 自己也选择服毒自杀 因为永齐的去世 乾隆收回如意的皇后册封的文书 这件事情让魏晾晚派人 透露给了如意的母亲 让他在重病 且情急之下当场离世 在木兰围场 魏晾晚又联合 玉妃挟持勇姬 情急之下 凌云彻出手相救 从此被乾隆记恨 先是嘎成了太监 后次家官禁绝之行 而诽谤者玉妃 也不得善终 在监狱里被魏晾晚害死了 完事之后 魏晾晚为了掩然耳目 他的贴身的宫女 蓝翠 也被绞长沙 暴毙处理了 后来乾隆想把永延 送给庆平抚养 结果被魏晾晚知道之后 心生不悦的他 找人暗害了庆平 到最后 魏晾晚杀疯了 助他一步步上位的尽忠 也难逃活命 被魏晾晚用一根绳子 给勒死了 大家说一说 这十八条人命 庄庄渐渐 没有冤枉了他魏晾晚吧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